台电公司于111年所提的协和电厂改建方案3.0的东移的方案 填海照路范围与本府109年受理贵公司的这个申请的2.0方案已经完全不同 故行政程序法依照法规或事实后发生变更 依123条第4项规定废纸本府曾在109年9月24号的一个公文 同意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针对开发单位呢 是否考虑提出能够让环境永续 以及避免填海照路的替代方案 转型成为其他的替代型能源 如地热电厂等 可以直接利用协和电厂现有的土地与溃线等设施 参考韩国及国外的转型方式 将燃油电厂转型成升职能电厂 提高我国再生能源占比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有利基隆周边 航港产业的发展 温室气体排放有利基隆cede 感谢观看